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君 我又来讲巴西乡亲节目 约会实验室了 在这个节目里 主咖嘉宾将会在同一地点和五位不同的对象进行约会 在约会完成之后 嘉宾会在指定地点等待自己的心动对象 如果等到了对方 就算是牵手成功 两人可以继续深入了解 这个节目的精彩之处就是 你不看到最后一刻 永远猜不到是哪对CP能够牵手成功 看个乡亲节目就像炒股 我们玩的就是这个心跳 首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嘉宾 肖塔 她是个玩音乐的 在网上还有点小名气 整个人身上就透出一股子高艺术的气息 在晚饭开始之前 她就站在餐厅门口迎接女方 这一点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在这个节目里 做主咖嘉宾唯一的缺点就是 连续五天都要在同一个地点 同一个座部上约会 到后来 她引导女生记餐厅的动作也是越来越娴熟了 娜娜是第一次来参加相亲 她还安慰起对方不要紧张 但是娜娜听完她的话 竟然冒出了一句 但愿你不是疯的才好 嗯 姑娘 你对相亲是不是有这种误解 短发姐 平常在练太拳 这个小臂上的肌肉线条也是大绝了 两人刚认识就聊得很热络 看上去像是开朗剑坛的那一类 莉莉 听说小塔已经做了17年的祝唱歌手 眼里有些是崇拜 小塔一说到自己擅长的部分就很自豪 滔滔不绝介绍着自己的专业 莉莉全程就是很配合着的硬核 哇 好厉害啊 真的吗 天哪 克拉姐一上来就问小塔的年龄 得知她30了之后 还向她请教拥抱青春的秘诀 而小塔的回答竟然是 因为她夜生活很丰富 姐妹们 都收费了吗 要想不劳就不能睡觉 我当然是瞎说的啊 和小金聊天时 小塔提到自己父母都是阿根廷人 所以她的名字是西班牙语的 没想到小金也会说西班牙语 还说的很流利 这个共同点抓到了 聊起来就很亲近了嘛 在音乐方面 短发姐和小塔是最有共鸣的 一听说短发姐也不喜欢乡村音乐 小塔那个眼睛一下就亮了 短发姐说自己喜欢慢慢了解别人 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对方摸透 小塔也表示赞同 顺便提了一句 寻规蹈矩的人一点意思也没有 短发姐一下又把问题抛回去了 你觉得自己寻规蹈矩吗 小塔这下卡了壳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评判自己 不过短发姐就是完全出乎她意料的人 她觉得短发姐非常漂亮 短发姐都被她说的不好意思了 不知道为什么 小塔和克拉姐对话总是有种迷之母子感 克拉姐是个兽医 平常在公司工作 是个非常标准的社畜 她在家里养了一窝蜜蜂当宠物 不是为了收集蜂蜜 就是单纯的养人 克拉姐聊起养蜜蜂 那叫一个头都是刀 哎呀别担心 他们不会遮人的 因为没有针 其实蜜蜂很好养的啦 他们住在窗边 自己就能照顾好自己 也不会像猫猫狗狗一样需要陪伴和抚摸 旁边的小塔听着听着 表情都逐渐凝固了 在吃饭时 大家终于开始聊起了感情上的话题 小金已经单身七年了 看得出来 她被七年前那段感情伤得很深 对此 她是这样描述的 那段感情让我学会了很多 明白了什么不该做 小塔没有多做评价 只是在她回忆时默默说了一句 我懂 莉莉诞生五年 但在此之前一直在不停的缓男友 她也知道不该无缝闲剑 但是她就是这么做了 对此 小塔竟然也表示理解 因为她和谈了三年的女朋友分手后 一周就遇到了另一个姑娘 基本上也属于无缝闲剑 这个星星相细的角度也是很惊奇了 短发姐说 自己有几个姐妹 之前都和音乐人交往过 那些人都玩得太爷了 这样她也对音乐人有了一点刻板印象 而小塔非常耐心的解释说 音乐人的夜恋表演 肯定是会站在聚光灯下的 但是她自己非常重视这份职业 也不想跟自己在工作场合遇到的人 有过于亲密的关系 言下之意就是 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肯定不过去主场的地方和人家乱搞 小塔憋了这么久 终于问出了关于短发姐发型的问题 短发姐说 自己是六个月前因为宗教信仰剃了头发 这是接受洗礼的其中一个步骤 与她完全相反的是小金 她没有宗教信仰 反而更喜欢维京人的文化 她和小塔约好了 下次要给她看看 自己打扮成维京人的样子 娜娜在手臂上闻了佛教的真言 小塔刚好也在手臂上 闻了佛教的大名咒 两人在纹身上能这么有缘 也确实很少见 娜娜都惊了 小塔怎么这么缠绕和女孩子找故同地 一顿饭吃完 约会进入后半场 嘉宾可以带感兴趣的对象 继续去小酒馆聊天 一般来说 嘉宾们在这里再怎么样 也会淘汰几位约会对象 但是没想到啊 我们的小塔 她就是要鱼录军战 她最后会和谁在一起 短发姐说 自己性交了之后有很多限制 不能吃肉 不能吃鸡蛋 不能喝咖啡 不能吃任何红色的东西 不能去沙滩和瀑布 不能多爱 以前也不能接吻 为什么是以前呢 因为现在可以了 她愿意为了小塔婆戒 莉莉本来就性格很好放 她跟小塔都快出生兄弟了 这两人一言不合就是 感情都在酒里了 咱们一口干了 每次看到这两人我都不怀疑 这真的是个相亲节目吗 在回去的车上 小塔拉着短发姐的手深情表白 然后终于如愿以偿的 摸到了她的头发 并且让她破了戒 克塔姐主动靠在了小塔 见上睡觉 看上去对她也很有意思 她这辆车上 小塔算是和每位女嘉宾 都亲了一遍 对她们说的话 也是各顶各的暧昧 不知道前面们觉得最后 小塔能够和哪位女嘉宾 牵手成功呢 咱们买丁离手 开始下注 三 二 一 公布结果 最后和小塔 再次相遇的是短发姐 不知道姐妹们都猜对了没有呀 想看下期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欢迎评论赛更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对她的动力 姐妹们下期再见